用筷子剥开 肉粽香气四溢 厉头油油亮亮 除了有香菇 蛋黄 最重要的主角就是这块猪肉 有肥有瘦 吃起来口感刚刚好 但是猪肉受到黑心疫苗的影响 价格一公斤直逼80块 经过农委会调配猪园 才控制在77至79元之间 但是不管是南部粽 北部粽 或是湖南粽 厉头包的都是猪肉 为何不是包牛肉呢 因为洛亚社会 造浪的都没吃牛肉 煮起来也会比较硬 比较没辣味 加烧牛肉含有铁脂 如果蒸煮过久 除了肉会变色 肉质也会变老变硬 那如果包鸡肉呢 鸡肉就是比较没油灰 煮起来会比较差 比较香气 比较香气这样 鸡肉因为油脂不够 吃起来口感会柴柴的 包肉粽最佳首选还是猪肉 多半会选择五花肉 肥肉瘦肉层层分明 油脂比较多 让粽子吃起来更香更好吃 记者连接我红杰明南投 采访不到